本短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知道前面的剧情 或是其他的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哦 猎鹰已呼唤战士 所发第一集 难兄难弟 各有各的问题 交出去不属于自己的盾牌 与挥之不去的恶梦 接在汪达与幻世之后 一起来看看另一对小两口 将讲世界新局势 掌声鼓励迎接新的美队登场咯 以美国队长 最要好的两位好麻吉为名 Disney Plus推出Marvel英雄 最新影集猎鹰与酷暗战士 也是携带了王达幻世之后的气势 要来带给大家另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剧情故事 到底好不好看呢 是不是会像王达幻世那样带出更多的惊喜 喜欢这对小两口的粉丝朋友 更是不能错过咯 在影集的一开始 闲时看到了猎鹰安东尼麦基 饰演的萨姆·威尔森在汤森山 然后也穿上了他帅气一整套的西装 而萨姆看起来弄有所思 也看到了一旁放的是美国队长的盾牌 这个部分就是延续了复仇者联盟 从女士战中大家看过老史蒂芬把盾牌交给萨姆 这边萨姆看起来是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在第一集里面还没能看到猎鹰东兵合体 其实两个人各自是展开各自的生活 接着萨姆做准备的一段开场之后 剧情是先往前转到了前面一点点 看到了身影是猎鹰配合美国空军出任务的过程 地点在图尼西亚边界的一次人质救援行动 萨姆配合军方要解救一位瓦尚三位 对方是名为LAF的犯罪组织 也看到这个组织有相当强大的火力 里面带头成员之一乔治巴作克 曾经在美国队长2困难战事出现过 而不只是挟持瓦尚大城的飞机干掉原本驾驶员 还有一堆强大的火力跟萨姆周旋对干 最后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后面也跟萨姆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空战冲突 虽然还没有跟东兵合体 但有带出另一个小帮手 刘丹妮娜米瑞兹饰演的华金托蕾斯 是军方派来跟联合作的新角色 在这边先是负责联系一起执行营救任务 后面也是借由托蕾斯这边透露沙姆得知 关于另一个旗帜粉碎者组织的事 然后在漫画中托蕾斯也有当过猎鹰 嗯就不知道这不应急里面 这只小鲜肉有没有机会来站带一下脸呢 有这段营救任务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与王达幻事最大不同 就在于动作场面大爆破 只有猎鹰飞到另一架飞机企图想要救瓦桑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猎鹰单枪兵马 对方则是人手众多武力强大 跟对方是从祸心内打到机外 人只被带走飞掉 不过猎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甩掉的 紧接着就是一场空中追逐猎鹰想要救瓦桑 还要先摆脱掉一堆飞弹直人机的连环疯狂攻击 关于猎鹰的作战实力 在之前MCU店就应该有看过不少了吧 有这段秀恩行动更是将猎鹰能耐表现的淋漓尽致 包括他无人机小帮手红翼 漫画里面红翼原本是一次真的猎鹰 MCU里是无人机可以用来侦察 也是有配备攻击狐狸 还有变化多端 鸟人装 翅膀遮叠可以防止弹 超高性能 搭配天空中自由变化飞翔的无力技巧 在影集开始没多久让观众大呼过瘾的 电视界这边展现了猎鹰空中作战的强大实力 然后看起来空中爆炸 坠毁种种的动作片其实很花钱 光是这一大段 这一大场面应该就烧掉了剧组不少的Coco了吧 幸好在花完那么多时间经历 最后猎鹰还是要在前进运法之际就回了瓦桑 就在快进行边界 快要没时间了 后面还有飞弹一直跟在猎鹰的屁股后面 竟然还有这一招猎鹰顺势穿过的执政机抢回了瓦桑 跟在后面飞弹呢 就这样直直飞过来轰炸掉这台直升机哦 而过来后续也没有交叉太多 关于瓦桑有什么重要性 为什么LIF要绑架他 在这期里面没有解释到 所以就只能先做一个保留 这个就留待后面再来观察看看 然后在完成任务喝了一杯咖啡之后 看到就在接回了一开场桑姆穿西装的剧情 原来桑姆在这边是准备交出美队的盾牌 看到桑姆在执行任务之后 从天空回到地面 也就像是从高高在上的英雄身份被打回人间 一样是要面对得到平凡人的生活 所以接下来就看到了一方面要把盾牌交出去 另一方面 沙姆还有生活家庭上所面临到的困境 在关于盾牌这边的问题 有某些层面来看 认为自己还没有可以肩负这样的重则大任 所以大概是认为不应该就这样站为己有吧 而那个层面 则还是觉得是别人的感觉像在处理好朋友的遗物 沙姆有点像是在参加葬礼告别式的神情领重 盾牌交给政府 就会给史密森尼博物馆存放起来 然后唐奇朵饰演的罗德战胜机器 也来参加一次在会后跟沙姆说的话 因为在终局之战后 几个英雄其实内心都不好受 大家都面临到了不同的问题 突然起来故事开始在 唐子回来大概六个月后 而没有了钢铁人与美国队长两大咖 副手的联盟何去何从该如何走下去呢 或许透过这部影集 后面也会来告诉大家 在看过沙姆的状况之后 再次转到了我们另一个男主角 在巴斯丁十坛饰演的巴奇巴恩斯 不过现在看到了一段东兵过去杀手时代赏回 地点是在一家古典的饭店里面 东兵来到这边执行一件刺杀任务 也就在快典主人冷酷又无情的行动中 突然是很快地完成了刺杀目标工作 甚至就让一盘目睹事情发生经过的一个亚洲人 也同样是遭到波奇八九不离时 那时候东兵开枪应该是挂掉了那个亚洲人 然后接着巴奇就像是做噩梦一样被吓行 也透过了艾蜜艾奎诺饰演的心理医生雷诺 问到了是不是还有做噩梦 但巴奇显然就是口是心非 并没有坦然回答问题 在巴奇跟心理医生聊天的过程 可以知道了美国政府给了他设命的条件 就参加心理治疗 在这边是有联络来负责检视巴奇是否还有暴力倾向 里面巴奇结果不提 那个刺杀行动的噩梦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后面几个场景可以看到 巴奇现在在做一些熟醉的行动来弥补他之前所犯下的各种错误 而其中也看到巴奇接近帮助一位中岛老先生 原来就是这个噩梦的主因 看到巴奇内心一直无法真正感受到自由 就是因为有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 其实现在受到的赦免 但他内心还是有很多的煎熬 就算是面对到中岛先生那样 除了剧情的发展 才让大家看到了当年在饭店挂掉的那位无辜的亚洲人 其实就是中岛先生口中死因不明的那个儿子 沙姆另一个要反省的问题 是关于他妹妹莎拉跟两个儿子的事 这本已经开始带出了Lian的家庭背景 原来他们家在牛肉粮附近开渔船捕鱼的 但由于经济上发生的状况需要卖掉渔船 所以沙姆必须要赶快来一起协助处理 而这边也在这凸显的英雄身份被打回人间 面对到了生活上没有钱需要跑银行贷款 也就是很骄傲当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现在还是残酷的 银行后来还是没有借他们钱 然后远在另一边瑞士 突然是用手机follow到骑士粉碎者的快掌行动 但是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哦 原本是想要追查这个组织的迪西德 但并不顺利 反而被一个力大无穷的对手痛扁的 然后接着托雷斯也跟沙姆联系上 给沙姆看过他拍到了这段影片 而这个部分是让沙姆联想到什么呢 会是认为这个人是东宾 或跟东宾会有相关吗 也聊一下这部影集比较阴谋论的部分了吧 虽然目前只看到第一集而已 很多还说不准 但也有显露出来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像是关于托雷斯的行为有点怪怪的 想动手指导沙姆修红翼玩手机 还对着沙姆摄影拍照 主动聊到其次粉碎者 甚至是问到了关于美队跑去哪里了 还不能直接说托雷斯是坏人啦 不过已经有在传说的 是否政府一定有打算像是想以托雷斯 换掉沙姆的脸之类的 而看起来美队去向这边 是一个没有对外公开秘密 然后也是出沙姆意料之外的 看到电视后才知道这件事 政府军方竟然以这么快的速度 不然是安排了 也真的是对外公布这个新的美队 来总结一下这边第一集的重点吧 美国队长盾牌继承的问题是这边一个主作核心 所以在第一集就带出了沙姆林重力交出盾牌 但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没有想到那么快政府又把盾牌交给了新的主人 由怀上罗素饰演了这位约翰F沃克 里面介绍是说到了 这次新任的美国队长 与原本以为会是美国特工登场 有一点小不同 那到底这位沃克 有没有那个能耐配上这个盾牌呢 后面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 在两位最佳男主角方面 第一集先是分别处理 沙姆有他们家经济财务出了状况 巴西这边则还是在为他之前造的夜纠结中 也难怪呢 除了在瓦钢达的一段平静之外 他90年来都一直在打仗被利用 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可能在第二集 总总就会把两个人拉在一起了吧 为了调查力大无穷的 旗帜粉碎者成员 桑姆应该会早上八期来问问聊一聊 而是不是会关联到 之前英雄列战中汉顾 会不会跟那批超级战士的血亲 是有关联的呢 网络上传说了 可能是因为那批血亲 包括旗帜粉碎者的人之外 是不是政府也宣承了有份 也在进行一些秘密计划 而不然这位新的美国队长 没有那样的能力 不好意思给人家接一下 美国队长的盾牌吗 然后当然对盾牌 大家也是有所疑惑的 理由上盾牌在终极市场中 是被破坏掉了 但到斯蒂芬给的盾牌 确实玩好的 也有人怀疑盾牌会不会假的 中间是不是有故事 有没有可能在这部影集 给大家解释呢 还有当年而不合饰演的奇末 在第一集还没有看到 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变数 所以说没有像忘带幻世的 奇幻魔法的喜剧性 这部连语框战士第一集 除了精彩动作爆破 会是一个暗藏的 许多阴谋叠对叠的 全魔之争吗 接下来后面 在《沙姆与巴奇》合体之后 或许藉由启动 另一番斗嘴拿迪赛模式 会再来带出更多 更有趣 更刺激的精彩剧情吧 嗯 不知道各位看过 有喜欢这部吗 欢迎在底下楼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烈银酷寒战士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掰 by bwd6